近日,八甲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官宣,三甲球星内玛尔,将返回巴西接受治疗,时间大概是十天左右,内玛尔在法国V第二轮比赛中受伤,至今为止已经缺席了整整七场比赛。 趁着来到巴塞罗纳治疗时还曾主管,尹安球迷对他的伤情表示猜测,目前来看内玛尔还没有商业付出的迹象,脚脱腹骨折并不是普通小伤,对于球星来说更是严重,不排除赛季报销可能性。 17年的夏天内玛尔,留下了26221欧,从西班牙飞到了法国巴黎,小编认为,这比交易目前来看是亏的,而且巴萨,巴黎,内玛尔本人都有亏损。 首先巴萨失去了自己的王储,当年的MSN组合,可以说赤诈世界足坛,恩里克手下的这支队伍,差一点复制光迪奥拉176关王成就。 内玛尔在梅西身边,也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球星,成为赤手可热的香伯伯,巴萨的风险也令所有球队胆颤,但如今看来,虽然灯为了表现不错,但梅西状态不加速牙水平下降,这名年轻法国小将,还是武力承担其进攻重任。 巴萨失去内玛尔后或苏拿下库蒂尼奥,1.61欧千王也踢得并不如一,这比影员目前来看是亏北的。 其次就是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,内玛尔来的法国得到了金钱和地位,获得了绝对核心地位,也帮助大巴黎微局法假榜首,以及欧冠杀进了石榴强,可以说,巴黎如果按照如今的人员配,是,可以包揽进五年内的法假冠军, 但巴黎也心远远不止如此,任何俱乐部都想要拿欧冠,内玛尔和姆巴佩,以及卡瓦尼联手,欧冠冠军也未必能获得,这对于巴黎来说,肯定是不满意的。 而且巴黎之前素有欧洲伟豪门之称,就是因为法假水平低,一回到欧冠和世界强队交手就原形毕露,内玛尔要想帮助球队拿欧冠,还得加把劲儿。 最后就是内玛尔本人,当初离开巴萨的原因非常简单,无非就是不想当千年老二,诺堪图记记之夜内玛尔的表现,堪称世界顶尖,但是媒体都在宣传媒西,这也让内少心灰意冷,不愿意当王储,想要换个地方称王称吧。 如今巴黎确实满足了他,可是想拿金球奖的内玛尔,在去年的评选上,竟然一票都没获得,要知道在巴巴时期,他还是金球奖第三名。 球迷朋友们摸着良心说,内玛尔来到法假踢球,当真比得西假踢球要好吗? 所以,小编才认为,内玛尔如今已经成了赔钱货,伤病成为巴西人最大的短板,上赛季就只踢了前半程,二月份受伤之后,一直到世界杯台付出,如今再转会肯定卖不了2.221欧,倒是他的队友姆巴佩潜力无限,内少继续留在法假,无非就是当山大王,可能近几年都无法问鼎欧卦冠军,更别提拿梦寐以求的金球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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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